我們為什麼要做珍珠板 因為我們要讓大家清楚說 假設你有這個主動脈瘤的話 那麼他的耗發位置是在哪裡 主任已經準備好奇異筆 來 您告訴我們一般他耗發的位置 我們的主動脈是身體最大的血管 那有一點像是水管 心臟在這裡 那水管這樣出來 那我們的主動脈可以分為胸主動脈 就是肚子以上 降主動脈這一段 然後副主動脈 副主動脈就是橫隔肚子以下 對 那最耗發的主動脈瘤叫副主動脈瘤 它是耗發在大概肚臍以下的位置 所以一般耗發的位置 是在肚臍以下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腎動脈以下 是最常見的耗發位置 胸主動脈瘤如果發生在這一段的話 叫做生主動脈 這個跟我們講的主動脈玻璃很有關係 這個會直接致命 直接致命 對 我們新聞媒體看到的 那些發生死亡的病人 的一些名人 大部分都是發生在這裡 這裡是最危險的 因為它是心臟出來的地方 最危險就是發生在這一段 那這裡是降主動脈 這也會有 那接下來就是副主動脈 副主動脈 這是橫隔的地方 這是腎臟以下 這裡是最常見的 假設你在肚臍的周圍 有摸到很像是心臟 噗通噗通 那個叫做跳動性的腫塊 昨天說你要立刻就醫 為什麼 因為副主動脈瘤 大部分是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肚臍下面 對 那如果你摸到一個會跳動的腫塊 大部分就是動脈瘤 對 不過這很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年輕人 尤其年輕人或年輕女性 他很瘦 他可能前後進腰很細的話 你仔細去壓 會壓到一個跳動 那確實也是主動脈跳動 不過大部分是正常的 因為你太瘦了 這是告訴你說 你的身材表保養得很好 並不是真的有病 我一定有可能會摸到 可是我不年輕 我相信主持人一定會摸得到 像我們以前遇到一個病人 他發現的時候 他說他其實已經摸到好幾年 他覺得很好玩 他就晚上睡覺就壓他壓他 我們是聽得快嚇死 真的喔 因為他是一顆不健康的腫瘤 這段太重要啦 有請馬國畢 來 雖然你不是女性 也不是年輕人 也不瘦 對 可是真的太重要 肚臍周圍摸到像心臟 噗通噗通的感覺 跳動性的腫塊 請立即就醫 主任現場檢測 腹主動脈瘤大概是在 肚臍下面的位置 不過老實說 因為馬國畢的營養太好了 油脂太多了 這可能有點困難 那我這個應該是很困難摸到 除非他很大顆 假設喔 那應該是要觸壓哪一個位置地點 呃 因為他那個動脈瘤長大之後 他可能會轉向 所以大部分就是你肚子摸到 再跳動就不對 像是哪一個 周圍 就是肚臍周圍 就是這一圈 如果說這一圈你摸到有像心臟噗通噗通的這個跳動性的腫瘤 那就不對了 就趕快去檢查 正常直徑1.5倍就算是脈瘤嗎 對 所以我們正常的主動脈大概兩公分 那三公分以上就算動脈瘤了 那他大到三公分 他就會每年每年慢慢的長大 他可能到需要處理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主動脈瘤是可以發現的 那其實我們常常發現主動脈瘤的病人很可惜 就是他第一次發現的時候就是他破掉 哎呦 那這個其實可以從我們平常做身體健康檢查 然後去做電腦斷層 還是做超音波 有時候會意外發現 那如果發現的時候要儘快做處理 因為他是一顆不定時炸彈 5公分 5公分就要接受治療 5公分 這是統計 就5公分以上會發生破裂 對 不過當然也不要因為這樣而 我們的觀眾朋友太緊張 因為我們會遇到一些三點多公分的病人 他很擔心他會破掉 他就是一直需要我們幫他做手術 其實三點多公分可以追蹤 四公分也可以再追蹤 我們只要看大小跟他長大的速度 如果他超過五公分 或每年長大超過零點五公分 這個就需要處理 因為就是快破